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燕园呢 这是中国时报说明年新加坡的官员的减薪 11%到19% 沿海的成品有走私死回忽兰文汇报有此说法 第一财经日21世纪经济报道说 马刚的总经理助理被双规了 这个事情引起工人的举报 珠三角的中小企业没有出现 倒闭潮 这是深圳商报有这么一个说法 陈佐夫先生说 在小康杂志的时候对中国的经济要有信心 那么文汇报说上海的女性殴打账户的现象 看起来还比较严重 北京青年报说 蓝同志的艾滋病感染率5年增长了11倍 这也是惊人的数字 纵横周刊有个关于国民党的大会 国民党17届全大会联时的会议召开以后选了8个党的副主席 这篇文章认为了和谐的大会 他缠到国民党应该警惕 和谐压倒一切 只会造成更大的不和谐 天天头条 黄光业的消息 文汇报还有21世纪经济报道 传黄光业为国美上市行贿商务部的官员 那么非隐秘的路线 这是来做的很详细的报道 也从国美电器红筹上市 到收购香港上市的永乐电器 再到尚无定路的街道 中关村回归一股 他运作的时间 跟商务部的涉案官员存在多处的交集 禁在不言中 那么南方都市报说 这个下落沉迷 他发家死 当然大家对他都很 最后一次落面是在11月10号 对这问题当然很多说话 他虽然说话很温和 门牙之间的尺分很大 但他也是一个前程的基督教徒 今天意大利报纸还有纽约邮报都谈了 谈了这个问题 他越是高位越远起民众的注意 黄光业的命运 现在只是在中南海最高决策者身上 这个罕金新闻也报道了 是不是说中国大陆经济至上的主义 开始转调了 因为中国这个首富被抓了 好我们看看 黄光玉事件真相不容隐瞒 特别是因为涉及到了 中小很多投资者的利益 所以这个事情 不管是香港的营监会 政监会 大陆的政监会 都应该对公众有个交代 所以黄光玉是不是被拘 不应该沉迷 这事情南方都市报马光远的文章 黄光玉到底是无奈还是堕落 他无败乌三种可能 涉嫌对他凶掌了 黄俊清控股的ST金泰股价进行操纵 第二呢 创业早期总额的13亿元的 违法违规的贷款 暂时案发 第三呢 在国美借科上市中 涉嫌向商务部的官员行贿 那么这文章认为 不可能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通过原罪的奴役之路的 民营企业的富豪 他呢 这一点呢 在现行体制没有太大的改进之下呢 公权力的边界 在改革的前面 哪里界定的情况之下 这些民营企业家 做出了跟体制共同堕落的选择 这是一种对商业伦理可怕的背叛 这个事情大家讨论一下 黄光玉的今天是无奈还是堕落 好 今日美国报 谈到他 奥巴马新的团队 财经团队 他呼吁大家面对危机 要灵活物食 那美国要拯救到花旗银行 奥巴马的问题 这呢 很多媒体 今日美国报 华盛顿邮报都谈了 要减少对 赤字的恐惧 现在不是恐惧 现在基本上是麻木了 关你这问题 很多很多的说话 那么有个评论板 也谈到了奥巴马 从过去到未来 这是一个过度的过程 美国人现在无瑕 他姑了 BBC说 美国宣布追加 8000亿的美元 在刺激经济 他在纽约时报也说 美国现任的国防部长 盖茨还要留任 至少留任一年 这也是不得已的一个做法 跋上了由时报 当然也是说到了 这不说了 人人独当一面 政策如何妥协 这是谁呢 这是林行子的文章 发现奥巴马这三人行 这个团队了不得 了不得 他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人 各个独当一面 他们怎么妥协呢 每个人彼此之间都有成见 所以他认为这一点 还是有危机的 好 那么呢 不景气 不要再追求普利次了 大家怎么 面向市场 面向读者 美国第一大报 今日美国报 要宣布了裁员 好 对这问题 大家都很紧张 那么泰国 你看看泰国的国际机场 无限期的关闭 泰国的民主 民主政治 政治动荡 雪上加霜 这个事情 他信 也有自己的想法 这个呢 机场遭遇了袭击 机场也已经停工了 好 朝鲜日报呢 都谈到了 谈到什么 北朝鲜 为什么动辄威胁 要关闭呢 开城的工业区 他做了一个分析 那么这事情 大家也注意到一个现象 也就是朝鲜的官员说 我们何事业呢 做了关闭你一个工业区 又算什么呢 事情大家都有很吊诡 好 那么谈到了 说马里的问题呢 这是呢 说马里有一个女记者 英国一个女记者 到这个海盗船 发现他们是 有一条龙的服务 前与愚民的策划 枪手执行 电脑专家谈判 对人质呢 给了法国大船的伺候 他知道这些人质呢 千万千万是杀不得的 好我们来看看呢 看看有七千个大兵 赚到海盗 但是为什么效率会那么低呢 这里面当然 关键的问题 也就不是在海上 而是在陆地 也就是那个国家 现在动荡不安 才会导致海上 有海盗的横行 好我们看看呢 东方日报 马来西亚说 中国女郎淘金 小龙女越来越多 每天有一千多个人 到马来西亚 城乡遍地 到最后看到 我们的小龙女 在勤奋的工作 听说每个人一天 一个月呢 可赚一亿 一万的令吉 但是事情呢 西明晚报也有话说 有关外面的传说呢 上海的人类精子酷 怎么样呢 男性坚军的 前过程的照片呢 露出来 他说那是日本的色情照片 跟他们没关系 看来这个事情呢 有人的淘金 有人在坚军 天天服侍会 谁在我上铺的兄弟 谁在我寂寞的回忆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人问起 分给我眼筹的兄弟 分给我快乐的往昔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人问起 如今再没人问起 睡在上铺的兄弟 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无息的你 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 如今再没有人问起 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 杨锦宁 继续给你读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